哈喽我是你们的小熊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令人怦然心动的产品 全球第一款500赫兹QD OLED面板 那当然是三星自己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面板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包装 应是树皮设计 配件上包含了个电源设配器 两条电源线 分别是国标和欧规 一条DP线 一条HDMI线 由于我们收到的是工程样机的缘故 它最终的包装和配件 可能与最终量产版略有不同 这点请大家知晓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在过往的评测拆机环节 我们可以看到 三星全龙骑士OLED整机成了无螺丝的结构 这次依然如此 底座全能90度 对接扣距 自家在卡紧面板本体 就是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是便利的 接着我们看外观部分 正面依然是QD OLED标志性的不等边 上边框要比其余的三边更窄 所以正面美观感 相比WOLED四边微边框 是要略差一些的 底座为全金属材质 这个形态很节约桌面的空间 从侧边看 面板部分非常鲜薄 背面流线型设计 上方一体冲压金属 保证足够的机身强度 减少形变 下部分拼接为塑料材质 喷气和晒纹的工艺都非常出色 加上中心与圆环RGB氛围灯 机身无卡扣设计 整机充满了金钱的味道 整套模具还能有乾坤 通过后面拆机 我们可以看到 如此薄的机身 三星还塞入了业界首创的动态冷却系统 和驱动挨声等元器件 这在功能型方面 它支持身价 俯仰 水平和左右各九速的垂直旋转 接口部分 它配备了一个电源接口 一个DP1.4 两个HDMI 2.1 一个3.5音频 两个USB下行 和一个USB上行接口 接着我们来亮机 一起来看一下它显示效果 开机会出现三星奥德塞OLED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画面 整体的色彩艳丽 非常纯净 对比较接近无线 实测SG容积达到了148% PPI为109 实际的字体显示 会有明显的彩编现象 指向出颜色品质型 20菜单方面 熟悉的是三星奥德塞设计风格 色调为蓝黑配色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五项摇杆按键 菜单出厂提供了10种预设模式 每个模式都可以独立条件亮度 对比度色域 伽玛等参数 功能很丰富 但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机身的设计原因 它五项摇杆按键 无论是手感和摆放位置 都不算友好 这也是精美设计的妥协吧 接着我们进入数据实测 首先是白平衡和色温 3500Hz 出厂和两个色域空间 都为6200K DOV都在0.0038左右 白点有轻微的频率 色域空间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SGP色域覆盖达到了98.5% 平均色差0.92% 最大色差2.77% P3色域覆盖为99.1% 平均色准1.69% 最大色差3.18% 亮度方面 SDR模式下没有ABL机制 但得益于新一代的 OLED面板工艺和材料升级 全频亮度突破了300大关 实测为301.45尼特 是目前全频亮度最高的桌面 OLED面板 但可惜三星并没有开放高亮模式 整体从实际视觉来看 和之前250L的OLED面板 并没有太大的亮度感值提升 SDR模式菜单提供了 峰值高中观三个档位 我们先来看ECO模式 峰值调节到高档位 在1%到3%的APL窗口 峰值亮度为950L 这样来看 变化好像不大 但当我们拉开完整的亮度曲线图 可以看到 从4%的APL窗口开始 亮度是全面领先 27寸4K240Hz的 它的曲线更加平滑 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大面积白厂导致亮度骤渐现象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从成像一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全屏亮度都超过了300L 底部亮度略高一些 从国标25公格测试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2.68% 非常出色 切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6365K到6469K之间波动 屏幕四周有轻微的色温变化 但差值太小 肉眼几乎无法察觉 随时QDOLED变态级的均匀度表现 非常夸张 切红了黑厂 OLED不发光 因此它接近无线对比度 但由于QDOLED的表面存在着反射 我们测试它在不同环境光照度下的对比度数据 整体略低于27寸4K240Hz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呈向移生成雷大头 红色区域追加视角达到了40度 肉眼观测没有明显的亮度和色彩衰减 表现非常出色 平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SDR 调节亮度不会改变波形的占控比 不随PWM调光 频散频率与刷新率同步 频散波动深度为15% 同时我们还测试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58L 此时SVM值最高为0.067 远小于1 属于CIE不可见的范围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它是亮子点光谱 蓝光波峰在453那里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1.13% 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 摄像和降入性的表现 DP接口是1.4的版本 HDMI为满数2.1 连接PC都可以制造2K 500Hz 10bit和12bit的全范围输入 主机端 支持4K映射 以及最高120Hz的刷新率 支持VR和HDR 但不持自动低延迟 使用HDMI 2.1连接MIC 最高可以制造2K 48-50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DR但不支持High DPI 输入延迟方面 2K 50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1.23毫秒 UTF曲线方面 ECO模式最为标准 峰值高和关档位调校接近 0-206V做体量 20-50T和标准PQ 50灰接之后做滚降 直到接近纯白 做最后的体量 直到峰值亮度 中档位 20-70灰接 低于标准PQ 70灰接开始 缓慢推至最高峰值 HDR实景方面 我们从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它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没有过曝现象 使用成像射度计 生成尾射图 最高为525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岩浆没有出现过曝和 颜色细节纹理清晰 没有明显的细节流失现象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得于欧奈的原生10bit的射身 整体射击过度非常平滑 没有出现色彩断层 最大还原HDR原本色彩观感 高光细节完整 在海王小区块高光场景下 最高为816L 整体的高光呈现 对比三星4K210核子G81要更亮 但细节的轮廓要差一点 HDR游戏方面 默认ECO模式下 色彩还原精准 高光和暗场都有不错的表现力 最大的亮点 燕是极其开放的菜单选项 每个模式都可以 根据不同的游戏类型 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这桌面显示中 是非常罕见的 3A游戏中 我们可以适当的调节 饱和度和价码 获得更纯净的画面体验 FPS游戏 我们这可以拉高黑场 获得更好的暗部呈现 游戏竞技体验方面 三星OLED G6 这一次将刷新率提升到了500Hz 一局成为目前最快的OLED面板 实际测试 500Hz的状态下 没有任何挑战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通过一切测试 平均灰阶达到了0.32毫秒 依然是熟悉的OLED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在运动显示方面的测量中 最高500Hz的刷新率下 BT1.64 从数据上略好于480HzWOLED 在腰部运动画面下 本体轻度非常出色 后方没有任何的拖位 是目前OLED的显示器最高水平 在实际的FPS游戏中 足以应付大幅度的跟腔和定位 非常丝滑流畅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内部做工用料 与它的数据天临榜的表现 拆开机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映入眼帘的是附带真铜管的散热片 下方是主控IC 联发科的MT9810 驱动版与4K210HzG81是同块无聊 两侧分别含有蓝牙异生的内存颗粒 抵抗板方面 逻辑主控为三星底组类PTA00 两侧分别是闪存和内存颗粒 面板方面 形容为QMC265FG01 这是块原生500Hz 全屏300L的进口QDO来的面板 同时自带SDR2Black500认证相当出色 在下方则是三星宣承的动态冷却系统 整体结构在我们之前测试的三星OLED的评测中 已经多次具体分析过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接着我们来看实测数据方面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采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指标计算 三星OLEDG6500Hz达到了148%的SGB容积 色域天临榜排名第35名 SDR亮度方面实测为308L 亮度天临榜排名第166名 SDR亮度实测为952L SDR亮度天临榜排名第49名 亮度均入方面 在收工的白点测试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2.9% 均入天临榜排名第16名 最后响应时间方面 三星OLEDG6最快可用灰界为0.32毫秒 排名灰界响应速度天临榜的第20名 运动显应时间测试 在最高的500Hz刷新率下 BET来到了1.64毫秒 成功超越480Hz MATOLED 成为运动显应时间天临榜的第一名 按照惯例 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优趣点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第四代QD OLED面板 工艺和材料全面升级 全屏亮度突破了300L 是目前全屏亮度最高的桌面显示器 2.拥有目前OLED最高的刷新率500Hz 最好的响应和运动轻度表现 在FPS电竞显示器中绝对的领先地位 3.SR画面优秀 高光不过曝 暗部也不丢失 色彩观感出色 且设定足够开放 自定程度高 4.外观模具精致 整体流线型设计 内部采用动态冷却系统 石墨烯和铜管散热 整机无螺丝 全卡扣设计 整体表现非常舒适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缺点 1.P3摄略略大 有优化的空间 2.QD OLED通病 在黄金光的影响下 黑厂会有明显的泛指 导致对比度下降 这次500Hz OLED甚至要更差一些 同时自具表现不算优秀 3.接口为DP.4 相信三星的定价 不会让大家失望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心三星OLED G6500Hz的全部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喜欢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